脑电波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但是应用范围至今只限于医疗领域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一群学生 尝试将这项技术的应用扩大到消费市场上 也就是用脑电波来控制无人机 没有操纵感或手持控制器 同学们用意念驾驶无人机从地板起飞 并飞落到预定轨道 这场全球首个脑电波操控无人机比赛 让脑机接口技术走入公众的视线 这类技术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 主要用来帮助瘫痪病人 特瑞斯16岁时在一场车祸中瘫痪 医生通过辨识脑部信号 诊断出他受影响的区域 为他提供针对性的物理治疗 如今他的手和脚已经逐渐恢复了一些功能 非侵入性的脑电波读取设备 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 成本也开始回落 业者看好脑电波技术在消费市场的应用